2001年5月28日 马华工会透过投资臂榜华人控股 从风龙集团手中收购南洋报业 引起华社反对声浪 在包商这个事件上 龙雪华堂是非常关键的地点 有三个主要反收购的团体 都是单身于雪华堂 马华收购南洋是在5月28日星期一晚上 之前的那个星期五 有一群关心媒体自由的公民 就在雪华堂的一个会议室里面开会 我们讨论要如何应变 当下就成立了第一个组织 叫做反收购工委会 第二天在同一个地点 我们邀请一些评论人 在这个大约十多人的会议当中 我们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就是一旦收购发生 我们会发现 这个运动后来就产生了 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员的 华米 在收购之后的两天 龙雪华堂本身在 Dunstreet原新闻的主持下 召开了华团反收购大会 在那个会议上通过反收购的议案 同时成立了一个全国华团反收购委员会 当然我父亲袁清文 他愿意在那个时候领导华团 站在这个前线 对我来说我一直非常的敬佩他 他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 尤其是在大肆大肥的事情里面 全国华团反收购工委会 也号召华社和广告商 抵制马华工会控制的报章 不订阅也不登广告 当时如果南山报被收购了之后 这样子的话 对于这种言论自由是一种非常不利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在当时它是一个背景 是一个比较威权政治的背景 不像今天有这种互联网 有推特 有Facebook 有Instagram 信息的传播是没有这么自由的 没有这么方便的 所以很多时候 主要的信息还是要通过报章 那报章被垄断了以后 这个信息也就被垄断了 所以当时他认为说 不管怎么样子 都要想办法去反对这个收购 从全国华团反收购工委会那边 延伸出去的一个努力 就是以工商总会会长 丹世里林延德为首的八大华商 提出向马华收购的要求 无论如何 马华之后召开特大 以微小多数通过了收购案 五年后 马华工会将手中 21.02%的南洋报业股权 转手卖给媒体大亨张晓青 造成本地中文报业垄断的局面 五二八报伤过去20亿年 往事如烟 往事也不如烟 在每一场运动中成长 通过运动你看到你的局限 看到你的潜能 所以当一场运动落幕之后 在下一场运动的时候 我们其实已经有更好的装备 可以往前走 走得更远 走得更快 那我自己的感受 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看清楚时局 不能够怀忧丧志 一场运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